第六百六十一集 陈年旧案 地窖并不深 如同寻常富裕人家用来储存冰块和蔬菜的地窖一般 只不过曹国公用他来藏真品古玩 李妙珍点亮嵌在墙壁里的油灯 一盏接一盏 为幽暗的地窖带来火色光辉 地窖里放置着一排又一排的薄骨架 摆满了各种各样的骨丸 瓷瓶 玉器 青铜兽 夜明珠等等 看得人眼花缭乱 世界上并不缺少美 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 许清安心里油然而生这句名言 然后他便听李妙珍说道 这里的每一件物品都价值不菲 拿出去换成银子 可以救许多无家可归 食不饱腹的难民 说这些话的时候 他眼里闪烁着兴奋的光 许清安僵硬着脖子 慢慢地扭头看着他 我带你来就是为了这个吗 信不信我杀人灭口啊 他咳嗽一声 确实如此 不过 做慈善要量力而行 倾家荡产做慈善 是傻子才干的事 这些难道不是不义之才吗 李妙珍斜着眼睛看他 你确定你是太上忘情李妙珍 许清安摆摆手 不愿多谈 转而说道 到时候出三场 给你做好事 这些玩意儿 要么是贪污社会来的 要么就是其他见不得光的渠道 钟离伸出小手 拿起一枚蔚蓝的冰珠 它质地澄澈 宛如藏着蓝色海洋 在油灯的光辉里 折射出惊心动魄的光芒 这是南海国盛产的胶珠 非常珍贵 是贡品 钟离作为四天剑的弟子 对奢侈品的认识 远超许白嫖和天宗圣女 私吞贡品 许清安懂了 难怪曹国公要特意购置一座私宅 来安置这些东西 接下来 他取出帝书碎片 把这些珍贵玩意儿 一件件的收入境中世界 比如容易破损的 比如瓷器之类的 则比较头疼 这边有箱子 收到箱子里吧 李妙珍指着地窖深处的角落 啪的一声 箱子打开 并没有让人沉迷的金色光芒 或银色光芒闪烁 许清安有些失望 箱子里摆放着一叠叠的密信 许清安展开了几封 呼吸突然急粗起来 他一篇篇的翻阅过去 快速浏览 这些密信是曹国公记录下来的 坦赃王法的记录 有些甚至可以追溯到十几二十年前 死团供品 贪磨赈灾银粮 霸占军田 与之勾结的人里有文官 有勋贵 有皇室宗亲 如果把这些密信曝光出去 绝对会引起朝堂动荡 清亚道的人数不胜数 给卫攻 把这些密信给卫攻 许清安下意识的 本能的反应是上交给卫渊 让他掌握这些资料 增加卫渊的政治资本 几秒后他冷静了下来 不急 就算要给卫攻也不急于一时 不 不能全给他 得给二郎留一些 他同样需要政治资本 心里想着 他又从底部抽出一封密信 展开阅读 远景十五年 一与王党 雁党 玉王等宗亲勋贵 联手铲除苏杭 彻底肃清党 苏杭问斩 府中女眷冲入教坊厮 南丁流放 收手雁党 王党 各八千两贿赂 苏杭 这名字好熟悉啊 许清安心里念头闪过 便听李妙真花容失色 脱口而出 苏杭的父亲 许清安猛的记忆 苏杭的父亲就叫苏杭 贞得二二九年的近视 远景十四年 不知因何原因 被贬回江州担任之府 次年问斩 罪名是受贿贪污 苏杭的父亲 果然是死于党争 还是这么多党派联手 原来苏杭的父亲 是被他们害死的 燕党 王党 还有玉王等 勋贵宗亲 不对 这封信问题很大 许清安指着密信上 某一处空白 你看 党的前面 为什么是空白 彻底肃清什么党 党字的前面 留了一个空白 正好是一个字的宽度 会不会是有什么原因 让曹国公记得 没有把那个党派写出来 如果是这个原因 他大可不写 会用代号替代 再说都已经肃清了 还需要忌惮什么 许清安摇头 否定了李妙珍的猜测 指着密信说道 这里更像是写了字的 就像是被什么力量 硬生生地抹去了 才留下了空白 李妙珍皱着眉头 做出努力分析的姿态 许久后 他把分析出的问号 从大脑里抹去 放弃了思考 你有什么看法 既然身边有一位 经验丰富 本事高强的推理能手 他何必自己动脑子呢 我能有什么看法 就这点信息 根本不足以提供 我建立假设 你不是说 苏苏父亲的卷宗 是在江州查不到的吗 那咱们就找机会 去吏部和刑部查一查 或者大理寺 等查出更多线索再说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 苏苏父亲的死不简单 绝非正常的贪污受贿 其中涉及到的党征 牵扯的人恐怕不少 我感觉顺着这条线 也许能挖出很多东西 当即 他们把瓷器收入箱子 再把箱子收入地书碎片 将这座私宅里 所有值钱的东西 一扫而空 当然 许清安也没忘记 把地器和房器带走 他打算把这座宅子卖了 然后在许府附近买一座小院 把王妃养在那里 三人返回许府 苏苏正坐在屋井上看风景 撑着一把红艳艳的直伞 院子里 吃饱喝足的许玲音 像模像样的打拳 锤炼气血 他还不忘给自己配音 两条浅浅的小眉毛竖起 做出凶巴巴的模样 除彩薇和丽娜在边上闲聊 顺带着指导 苏苏就坐在屋井看热闹 风撩起她的秀发 吹起她的裙摆 宛如出尘的仙子 美艳绝伦 李妙真站在院子里 抬起头 招招手 苏苏 下来 有事与你说 啊 苏苏奄然一笑 轻飘飘地落地 小豆丁指着苏苏 对丽娜和采薇说道 我也要学这个 你不行 你太胖 丽娜和采薇一口拒绝 小豆丁生气的不理 他们跑来抱大哥的腿 大哥 我胖不胖 许灵一试图从大哥这里找回自信 你不胖 你是个脂肪肝 许倩摸了摸她的头 你要是爹的小心肝 我是大哥的脂肪肝 对不对 许灵一还记得这段对话 以前大哥和她说过 嗯 对对对 小豆丁就跑回丽娜和楚采薇身边 大声宣布 你要是爹的小心肝 我是大哥的脂肪肝 闭嘴 沈沈从屋子里出来 扫得面红耳赤 拎着鸡毛胆子 满院子追打许灵一 然而她竟追不上 沈沈气得是嗷嗷叫 许其兰等人进屋 李妙珍把苏苏按在桌边 表情严肃的说道 我们 查到了关于你父亲问斩的线索了 苏苏郊躯可见的遗产 带着浅笑的嘴角慢慢抚平 活泼灵动的毛子按了按 继而闪过悲楚和茫然 她的眼睛蒙上了一层水雾 痴痴地看着许其兰 你查到的 第662集 她为什么打我呀 许其兰取出准备好的密信 放在桌上 苏苏迫不及待地展开 反复阅读数遍 她眼里的泪光似乎愈发的浓郁 但是怎么都落不下来 泪光是一种强烈的感情色彩 却不是真实的 鬼怎么会哭呢 对啊 她为家人哭泣都做不到 我 我父亲 怎么会惹上这么多敌人 这 这不合理 苏家的案子非同悬唱 李妙珍拍了拍 指人女仆的肩膀宽围道 我们来京城查你家的案子是目的之一 放心 我会替你查清楚当年那件案子的 许其兰拱了拱手 那就有劳非烟女侠了 静后加音 李妙珍立刻扭过头来 粉面带衬的狠狠地瞪了她一眼 她当然只是随口说说的 给苏苏骨气 这种事哪能只靠她吗 肯定要许其兰来主导的呀 这人就是看不得她出风头 李妙珍撇撇嘴 有劳许 许公子 本就是答应过你们的 只是吧 许其兰露出了为难之字 我原以为只是一桩小案子 顺手而为的事 但是 但没想到牵扯这么深啊 况且 我现在已经不是尹罗 查案处处受阻 恐怕 苏苏脸色微变 你想反悔 许其兰摇了摇头 沉声说道 不 得加粘线 苏苏和李妙珍一时没反应过来 但苏苏听懂了羞涩地低下头戏声说道 多 多久 许其兰卖关子 以后再说吧 她没想到苏苏真的答应了 方才不过是口嗨一下 逗一逗美艳女鬼 大郎 大郎 官府的人来了 正说着院子里传来门房老张略带仓皇的喊声 李妙珍闻声眉毛一拧 抓起桌上的飞剑便推门出去 许其兰随他出门 恰好看见一群人马强势进入府中 为首的是穿进军统领铠甲的中年男人 他身后跟着十几名披肩直锐的甲士 此外还有几名大耕人陪同 银罗李玉春 铜罗宋庭峰和朱广孝 原本气势汹汹的进军统领 目光锐利的在内院一扫 思天剑的楚彩薇 钟离天人两宗的李妙珍和楚元珍 他的目光悄悄的柔和了几分 许其兰和李玉春三人眼神略有碰触便挪开了 没做过多的交流 那位进军统领单手按住刀柄扬声说道 许其兰 奉陛下旨意前来询问王妃被劫一事 请你配合 袁景帝对王妃很上心 尽管这个敏感的时刻 他也依旧派人来调查我 这足以说明他对王妃很重视 更要好好地应对 不然很可能打破现在的和平 如果让袁景帝知道 我私藏王妃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许其兰无声汗手 语气平静 将军想问什么 禁军统领沉声说道 劳烦许公子召集府上所有人 另外 此地不是说话之地 进堂一叙 许其兰当即让门房老张召集府上仆人 而他则带着禁军统领和李玉春 以及宋廷风朱广孝进了内庭 因为仆人都被召集在了大院 因此无人奉茶 许其兰坐在主位 面无表情地看着禁军统领 这是什么态度 简直狂妄 禁军统领看了他一眼 也板着脸 王妃被劫的经过 陛下已经听使团提及 但仍有一些细节未知 请许公子如实相告 见许其兰点头 禁军统领继续说道 根据送回淮王府的婢女描述 在王妃被掳后 许公子追上了蛮族的四位首领 可有此事 许其兰如实回答 是的 禁军统领追问 后来呢 后来自然是逃走了 难道将军认为 我一个六品五夫 能力敌四位四品强者吗 纵使我有儒家赐语的魔法书 也做不到对吧 许其兰以反问的语气说道 对此 禁军统领并未反驳 算是默认了 但他并没有完全相信 眯着眼追问 既然知道自己不是对手 许大人为何要追上去 许其兰面色如常 我当时也不知道 还有一位四品强者 守株带兔 之所以追上去 不过是进一进 为人臣子的本分 看有没有机会救回王妃 见事不可为 自然便罢手了 尽臣子本分 整个朝廷 就你最不当人子 禁军统领沉默了几秒 忽然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 似乎从未有人告诉过你王妃还活着吧 根据婢女描述 当时王妃已经死于蛇妖红灵之手 许大人是怎么知道王妃还活着的 许其兰抵达时 假王妃已经身亡 使团汇报王妃被掳走 去向不明 那是因为他们没有见到这一幕 而许其兰当时明明见到这一幕 按理说 在他的认识里 王妃已经死了 现在许其兰对王妃 未死之事毫不惊讶 这说明什么呢 面对禁军统领的质问 许其兰同样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 似乎从未有人告诉过你 我不知道那是假王妃吧 禁军统领眉头一皱 许其兰自信十足的笑了笑 当时楚相龙抛弃使团独自逃亡 他不但背负着王妃 同时还让侍卫背负王妃一起逃命 楚相龙可不是大善人 如果这样我还看不出 真王妃混在婢女里 那我大奉第一审布的名头 岂不是浪得虚名 禁军统领愣住了 他无力反驳许其兰的话 甚至觉得就该是这样 如果假王妃能瞒住许其兰 那他就不是传奇审布 这时一位禁军走到内厅门口 春哥走到他面前审视了一下 伸手替他抚平胸口的褶子 淡淡说道 衣服有褶子就显得不够体面 这些小事你自己要记得处理 说完他低声说道 做得很好 我因你而骄傲 许其兰的眼眶发热 李玉春摆摆摆手 看向宋廷风和朱广孝 宁燕 你尽早离京吧 宋廷风张开双臂 与他拥抱 在耳边低声说道 陛下不会放过你的 朱广孝也是门声开口 离开京城 便不要再回来了 我们兄弟仨 也许再没有相见之日 不过挺好 宋廷没命讲 许其兰咧嘴 暂时还不会走 以后有空 勾兰天曲 我请客 他送三人走出内厅 刚行至门口 便看见钟离贴着墙 小心翼翼地挪过来 一路上左顾右盼 预防着可能存在的危险 然后他就和李玉春 大眼瞪小眼 打了个照面 许其兰清晰地看见 春哥后颈 凸起一层鸡皮疙瘩 而后像是遇到了可怕的事物 本能的后跳 同时飞起一脚 砰了一声 钟离被踹飞出去 咕嘟嘟地滚到了远处 李玉春张了张嘴 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 不敢去看钟离 眼面而走 许其兰飞奔过去 把钟离师姐搀扶起来 他带着哭腔委屈地问 他为什么打我 这许其兰也张了张嘴 一时竟不知道该如何作答 联系地摸了摸他的头 他这人有毛病 以后见着了 躲着他走 第663集被抛弃的王妃 禁军统领带着下属离开徐府 起码奔出一段路 这才减缓速度 问道 徐府情况如何 下属回答 近来没有新入府的仆人 也没有易容乔装的痕迹 每个人的身份都问清楚了 回头可以招府衙 常乐县衙的户籍和对身份 另外 我们简单搜查了一遍徐府 没有发现来历不明的女子 看来他确实与王妃毫无瓜渴 禁军统领汉手吩咐道 这段时间派人盯着徐府 注意每一个初入府中的人 如果有新入府的下人 立刻汇报 下属点头应试 而后问道 许继安需要派人盯着吗 禁军统领没好气地说 你盯得了一个六平五夫 回宫后 禁军统领把事情如实汇报 远景帝没有回应 既没继续追查的吩咐 也没说就此作罢 午后的阳光透着微微的燥热 绿叶在烈日的光辉中 透出七彩斑斓的光韵 深深决定要给大家做酸梅汤河 获得许玲音 丽娜楚彩薇的一致好评 许青安推开二郎书房的门 许二郎正与楚元枕对弈 一边喝酒 一边对弈 一边谈天说地 咕咕的 许白嫖敲了两下桌面 引来两人的注意 二郎 我记得有一种官职 是记录皇帝宫廷内的一言一行 事无大小 都要记录 楚元枕笑道 是启居郎 对对对 就是启居郎 是汉林院的对吧 许二郎抬了抬下巴 汉林院负责修传史书 而启居住 是修史的重要依据之一 自然是我汉林院的亲贵 来担任启居郎 那你能接触到吗 许二郎略有犹豫 点点头 有些困难 但可以 我要远景帝登基以来 所有的启居住 许二郎一口拒绝 荒谬 启居住带不出来 再者 也无法讨让皇之抄路 没让人抄路 更没让你带出来 你有脑子记下来 然后背送给我 八品修身境 早就过目不忘了吧 许二郎脸一白 那也很累的 岂居住篇幅过长 许七安拍了拍 小老弟的肩膀 你不是和王家小姐 眉来眼去的吗 大哥过阵子 教你一招绝学 江湖四十八手 此日 许七安骑着心爱的小母马 来到一家酒楼 要了一个包间后 点好酒菜 慢慢的等待 一刻钟不到 刑部陈总捕头 和大理四成 先后赴约而来 两人穿着便服 鬼祟得很 似乎怕人认出来 做了个简单的义容 许大人现在是晋级人物 与你私底下相会 得小心为上 大理四成脸上挂着 老油条的笑容 悠然的吃菜喝酒 陈总捕头脸色严肃 开门见山 找我们何事 许秦安给两人倒酒 劳烦二位一件事 我想查一起陈年旧案 市主名叫苏杭 贞得二十九年的禁事 远景十四年 不知因何原因 被贬江州担任之府 次年因受贿贪污 问战 此人曾是主公之一 身份不低 刑部和大理四想必会有他的卷宗 我想看一看 大理四成皱了皱眉 未曾听说此人 许大人为何突然查一起二十多年前的旧案 事不相瞒 这苏杭长女是我的小妾 说完这句话 他看见陈捕头和大理四成脸色猛的一变 一头的问号 大理四成咽了咽口水 远景十四年死的人 他 他长女 是你小妾 陈捕头没有说话 但看许清安的眼神仿佛在说 你好这口 呃 素素的真实年纪确实能做我娘了呀 许清安反应过来 不慎在意的笑道 开个玩笑 其实他长女的女儿是我小妾 当年因为意外 那位长女恰好不在家中 故而逃过一劫 大理四成点了点头 嗯 此事倒也好办 三日后 同样的时间再次碰头 我把卷宗给你带了 但你不能带走 看完 我便带回去 我也一样 多谢二位 说着 取出两张面值一百两的银票 大理四成没接 自嘲道 我刚说过郑大人换回我的良心 你莫要再污了我 吃你一顿酒席 就算是报酬了 我也一样 哦 您是张义德吗 许清安心里吐槽 举起酒杯 微笑示意 酒足饭饱 他跨在小母马的背上 随着起起伏伏的节奏 往衙航而去 还有一位大美人 等着他安置呢 午膳过后 王妃闷闷不乐的回到客栈 坐在梳妆台前一言不发 他怀疑自己被抛弃了 天宗圣女一走便是四天 杳无音讯 而那个臭男人 好像把他忘得一干二净了 再也没来找过他 银子倒是还有 够他在这家客栈住一寻 只是他心里没了依靠 便再也找不到安全感 尤其今日吃过早膳 王妃伪装成寻常妇人 屁颠颠的 一个人在城里逛啊逛 逛到戏楼去了 那戏楼老有意思了 又热闹又有好戏 看他掏了五个铜板 进去看了一场戏 戏里讲的是一个出身富贵人家的千金 爱上一个穷酸秀才 但由于门不当户不对 家里不同意 于是两个人私奔 最开始的生活是甜蜜且幸福的 书生为功名苦读 傅家千金学着做绣工 束手调羹 小日子清贫淡还过得去 可是渐渐的 随着傅家千金带来的银子花完 书生又只知道读书 生活变得捉襟见肘 于是傅家小姐就被书生抛弃了 赶出了家门 他一个人七处的走在街上 最后选择投何自尽 看到尾声 王妃眼泪哗啦啦的流下来 觉得自己就是那个可怜的傅家千金 被人花言巧语的骗出家门 而后惨遭抛弃 徐其安这个爱钱叨腾 肯定把我给忘了 像我是雷震 王妃坐在书庄台前默默的捶嘞 就在这时 客房的门被敲响了 第六百六十四集 到底开不开门啊 你们要真回来了 还是客战小二枪门 王妃慌乱地抹掉眼泪 清了清嗓子 尽量让语气平静 何人 房门外传来熟悉的 唇厚的嗓音压得很低 是我 开门 王妃豁然起身 平平无奇的脸庞涌起 无法自控的惊喜和激动 美眸亮了亮 但玄机又坐回凳子背过身 说道 你是何人 我又不识的你 凭什么给你开门 我是你大明湖盼的野男人啊 许清安敲了敲门 王妃催了一口 柳梅倒树娇斥道 我不认识你 需要再来叨扰 否则就叫店家来赶人了 他脑海里旋即响起上午看的戏 那书生也不是一开始就俘获千金小姐芳心的 里边有一个桥短 附加千金说 你若真的属于我 便在院外等到三更 我推开窗户见到你 便信你 书生是果真等到三更天 于是呢 附加千金就相信他对自己是真心的 王妃就试探 你若是诚心的 便在门口站到三更天 我便信你 说完呢 他有些期待许清安的反应 当然 王妃是不承认自己和他有什么暧昧纠葛的 就是他承诺过要安置自己 自己觉得他固然是个好色之徒 却不失为真豪杰 于是呢 相信了他 他和许清安是清清白白 可不是戏剧里私定终身的男女 这几天里 他无数次强调自己 双方关系是江湖豪杰 一诺千金重 绝对不是男女之间的私相授受 只有这样 他才能说服自己和许清安相处 接受他的馈赠 毕竟他是嫁过人的女子 那个有名无识的丈夫刚死去 他就跟着野男人私奔多难听啊 神经病 门外的人毫不留情的骂了一句 没好气的说道 到底开不开门 王妃赌气 不开 哦 那你既然喜欢待在客栈 那就待着吧 我会定期过来帮你交房钱 不打扰了 告辞 王妃的肩膀动了动 下意识的想转身 但是忍住了 他默默坐了片刻 发现门外居然真的没了动静 终于忍不住回头看去 门外空空如也 王妃心里一沉 突然涌起难以言喻的恐惧 起身急步走到门口 打开房门 左右固盘 狼道空空荡荡 王妃大急 跑过长长的狼道 提着裙摆 顺着楼梯下楼追出客栈 然后 他看见客栈外的街边 站着一个五官柔和平平无奇的男人 他笑眯眯的望着追出来的自己 走吧 不知道为什么 看到他 王妃就卸下了所有的矜持 放下了所有委屈和恼怒 选择了跟他走 许清安在离许府不远 也不近的地段 购买了一座宅子 就是一个小小的四合院 坐北朝南 东西各有两间厢房 这座宅子是我冒名购置的产业 不会有人查到 我现在这个样子也没人认识 你可以放心居住 许强掏出钥匙打开院门 以后你就一个人住在这里吧 身份敏感 不能给你请丫鬟和老妈子 所以很多事情你要自己学着去做 比如洗衣做饭 打扫庭院 当然我会给你留些银子 这些活计你若是嫌累可以雇人做 但能自己做的尽量自己做 内存的治安很好 白日里就不用说了 夜里有打更人和玉刀位巡逻 你可以安心住着 王妃接过他递过来的钥匙 握在小手里没有回应 许清安看着他犹豫了一下 要不我隔两天便过来住一次 王妃吃了一惊 捂住胸口 蹬蹬蹬的后退几步 我不是说要睡你啊 许清安嘴角动了一下 解释道 我可以歇在东厢房或西厢房 闻言 王妃沉默了 她没有同意 也没有拒绝 这座宅子是你买的 你非要和我一起住 那我一个弱女子也没有办法呀 王妃进了屋子 四处逛一圈 发现锅碗瓢盘 被褥家具等等 一应俱全 且都是新的 甚至衣柜里还有几件 不新不就的衣服 这些衣服是谁的 她心情不错 声音便带了几分娇气 说婶婶的 我寻思着你俩身段差不多 应该能穿 许清安的声音 从外头传来 王妃难以置信 你让我穿别人的旧衣服 许清安走过来 倚着房门 手臂抱胸 调侃打去 床下的柜子里 有上后的绸缎 你可以自己给自己 做几件衣裳 王妃语色 搭拉着眉毛 我不会 你要学的还多着呢 一只金丝雀 想重新飞向自由的天空 就必须学着独立起来 许清安狠了狠心 不搭理她失落的小情绪 去井里打一桶水上来 我看看你的力气 王妃颇有兴趣的 跟着她出了屋 来到井边 试着打水 但很快就摇头 太重了 踢不起来 许清安就给她 换了一个小巧的木桶 一桶水相当于半个脸盘 这点重量 许灵音都能提起来 王妃不负众望 果然提起来了 桶掉井里了 王妃手一滑 连桶带绳 掉进了井里 她很无辜的 看了一眼许清安 你为什么要用 受害者的目光看我 我怎么知道 她会掉井里 这说明你没有意识到 自己犯的错误 或者 你企图用无辜的眼神 来撒娇 换取我的原谅和宽容 我 我才能要撒娇 王妃不承认 跺着脚 那怎么办吗 这个时候 你就需要一个男人 许清安张开手掌心 气机运转 把木桶吸射了上来 需要一个男人 王妃愤愤地反驳 我现在是寡妇 我没有男人 这个话题并不适合深入 至少他们不适合 于是呢 许清安插开话题 书房里的书 闲下室 你可以看看 用来打发时间 在王妃开口拒绝前 许清安补充 放心 都是闲书画本 王妃微微汗手 那我就有兴趣了 看书不及于一时 他从屋子里搬来大木盆 自力更生地从井里提水 然后把许宁燕婶婶的衣服 取出来 一股脑地丢进大木盆里 笨拙地将洗衣裳 许清安坐在井沿 叼了一根草 看着这位曾经的镇北王妃 大风第一美人坐在小板凳上认真地将洗衣上 他袖子撩起 露出两节白嫩的藕臂 菩提手串遮掩了他倾国倾城的角色容颜 但不经意间流露出的气质 总是让人着迷 他的美绝不局限于外表 第六百六十五集 莲子成熟在即 你打算什么时候离京 木南枝漫不经心地问道 你怎么知道我要离京 许清安反问 我虽然与他相处不多 但他的为人多少知道一些 自大自负 绝不会容忍你的 此时不光复 不过时机未到 你若以为他会就此罢休 那会死得很惨 木南枝撩了撩额发哼和两声 而且还厚色 当初我入宫时 他第一眼见到我 人都呆了 那时我便知道 即使是皇帝 和凡夫祖子 也没什么良样 是你颜值太高了呀 王妃 不但皇帝想霸占你的美 与神也想霸占你的美 许清安吐了个操 他小心翼翼地试探 那你离京的时候 能戴上我吗 不戴 许清安没好气地说道 木南枝殴了一声 低头继续搓洗衣服 许清安仰起头 望着蔚蓝天空发呆 然后被混合着泡沫的脏水 泼了一脸 始作俑者捧腹大笑 许清安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他也不怕掐着腰 挑衅地抬起下巴 不知不觉间到了黄昏 许清安和王妃联手 做了一桌子菜 勉强能够下宴 用过晚膳 他试探道 受尽了 我 我今晚就不走 王妃不作答 自顾自地收拾碗筷 喂 许清安喊道 王妃凶巴巴地回复 你爱留不留 问我做事 我一个弱女子 还能赶紧走 充分表现出了 无可奈何的姿态 建州 一座衣衫傍水的山庄 亭台水泄 小桥流水 阁楼建造精巧 甲山花园 绿树点缀 景致秀丽 山庄内院 有一口冒出寒气的水池 池中长着一株九色花苞 赤橙黄绿青蓝紫金白 夜色里 金莲道长夺步到池边 道袍将袭的发白 花白发丝凌乱 他目光温若明亮 默默的凝视着池中花苞 这座山庄是建筑一位商骨富户的产业 多年前 那位富户落难 遭贼人追杀 恰好被帝宗一位道长所救 为表示感谢 便将这座庄园赠予道长 后来 这座山庄变成了帝宗修善派的秘密居典 也是天地会的总部 山庄里 帝宗道士共有三十六名 除金莲外 还有一位白莲道长 四品强者 其余弟子修为不等 金莲道长率领着部分弟子逃亡至此 一直猥琐发育 换下道袍 拿起锄头 表面上是山庄里的仆人 实际是忍辱负重的道士 把据点选择在这里 金莲道长是做过深思熟虑的 建州是大奉的武道圣地 也是唯一一个有武林盟主的州 其他十二州帮派林立 却如一盘散沙 但建州的整个武林是一个整体 统治建州江湖的便是武林盟 这是一个连当地官府都要客客气气 连朝廷都要承认其地位的组织 当然武林盟并不是以利犯进的邪道组织 相反武林盟的存在 让建州的江湖秩序得到极大改善 做到了真正的江湖式 江湖了 金莲道长把据点选在这里 是因为此地秩序完善 有足够强大的江湖组织 有效地遏制地宗妖道的渗透 这时池水疏得沸腾 气泡咕咕 寒气如烟雾腾起 那朵九色花苞忽然活了过来 赤成黄绿 青蓝紫金白 一次亮起 霞光掌落宛如呼吸 霞光掌落数十次后 花苞一阵冲起一道数百丈高的霞光 将黑夜照亮 数十里外只要抬头 都能看到这道瑰丽的霞光 九色金莲每次濒临成熟 都要喷吐霞光 怎么都掩盖不住 这时 身穿素色长裙 做少妇打扮的婉约女子 聘庭而来 与金莲道长并肩而立 眺望夜空中缓缓消散的霞光 黑莲必定察觉到了 瞒不过的 宗主 你有找到合适的帮手吗 少妇忧心忡忡地说道 金莲道长笑着反问 你认为的适合的帮手是谁 道号白莲的少妇柔声说 自然是仁宗道手 骆玉衡 他忌惮黑莲的夜火 不会与他为敌的 九色金莲还不至于让他拼命 而我也暂时给不出让他心动的报酬 除非把许七安送到他床上 金莲道长心里付匪 不过洛玉衡对双修道律的人选非常重视 目前还无法下定决心 大概还在考察许七安 少妇白莲想了想 见宗主神色平静 似是颇有把握柳眉一阳 您莫非想出动天地会成员 可是您不是说 在他们成长起来前 再有足够把握产出黑莲前 不会让他们身份曝光吗 他们的成长超乎我的想象 金莲道长解释 他们是谁 白莲眨了眨眸 带着几分好奇 当他们来了建州 你便知晓 金莲道长卖了个关子 遥远的仙山里 某座古老的道观 净石里一盏油灯摆在桌岸上 盘坐在葡团上的黑影 围绕着烛光而坐 他们的脸一半染着橘色 一半苍鱼阴影 烛光把他们的身影 投在墙壁上 随着火苗摇曳 身影随之扭曲 宛如张牙舞爪的鬼魅 酒色莲子快要成熟了 深沉的声音从虚空中传来 回荡在静视里 烛光边的黑影窃窃私语 沙光金莲他们 夺回酒色莲子 把白莲抓回来 轮番才补吸干他的精元 我缠白莲的身子很多年了 好久没有打开杀戒了 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吸食人血 见周游武林盟是个麻烦 不过这样才有趣 说话的内容透着崩坏 语气阴森森的像是恶魔在聚会 深沉的声音再次从虚空中响起 也有可能是陷阱 楚州的那位神秘高手是金莲的同伴 坐等我自投罗网 低语声瞬间消失 围坐在烛光边的阴影们 似乎有所忌惮 收敛了硝狂 深沉的声音继续说道 把消息传播出去 九州武林盟会感兴趣的 距离九色金莲成熟还有半个月 其他州的江湖高手 想必也会感兴趣 说到这里 深沉的声音节节怪笑 这其中也包括大凤那位皇帝 东厢房 吹灭蜡烛 许清安躺在床榻上 正准备入睡 忽然熟悉的心迹赶传来 有人通过碎片传书 他旋即坐起身 重新点燃蜡烛 坐在桌边 掏出地书碎片 查看传书内容 诸位 再过半月 九色莲子便成熟了 你们准备好了吗 第666集 我堂哥神勇无比 四号储元枕率先回复 现在吗 秦连道长传书 不 不需要现在 九色莲花成熟 尚需半月 他迈入成熟的期间 恰是最脆弱的时候 经不起摧残 除非地宗想毁了他 否则不会在这个时候袭击 但半个月后 必然会迎来一场大战 二号李妙真传书 地宗妖道们 已经发现了 你们的藏身之所 黑莲与九色莲花之间 存在密切感应 平时我能掩盖 双方之间的联系 但莲子成熟在即 气息无法掩盖 就在刚才 九色霞光冲销 黑莲必定察觉 黑莲 地宗到手叫黑莲吗 哦 地宗的道士 都是以有色莲花命名的 不知道有没有白莲 许清安还是第一次知道 地宗到手的道号 黑莲这个称号 无天佛祖 是你吗 他坐在桌边 念叨出只有自己能听懂的梗 然后自顾自的 有些落寞的笑了一下 楚原真传书 这也意味着地宗妖道 会准备得更加妥当 对我们非常不利 这时候极少说话的五号 丽娜传书回应 管他了 来再多人 我也能把他们砸成肉酱 看到这里 许清安觉得有必要出声 提示一下他们 移植代笔 输入信息 我听大哥说过 他在楚州时 见到过地宗到手 参与血丹炼制 那是个分身 然而 实力隐隐有三品 如果争夺 九色莲花时 再来一位这样的分身 我觉得 咱们可以提前放弃 九色莲花了 哎呀 假冒二郎说话 真的有些羞耻呢 不 这让我羞耻的是 李妙珍和金莲道长 知道我的身份 许清安恨不得捂着脸 觉得自己社会性死亡 又加身了 天地会成员心里一领 如果黑莲道手 真的能出动一位三品分身 哪怕是堪堪够到 三品战力的分身 也足以横扫天地会众人 金莲道长传书 黑莲在楚州屠城案中 获得了巨大好处 那尊三品分身 想必就是当时速造的 事后分身虽然毁了 但它必然还有余力 或许会造出一具 同等境界的分身 不过你们无需担心 而今我已经恢复 只要黑莲不是本体亲制 我便能对付它 他不可能本体过来 这点我可以保证 你们要对付的 是地宗其他的莲花道士 你拿什么保证 黑莲一定不会本体来啊 还有金莲道长 你真的有这么强吗 黑莲分身可是三品啊 许清安皱了皱眉 嗯 当日金莲道长 就是钱回地宗 盗取了九色莲花 被黑莲道手打伤后 一路逃亡到京城 这么看来 金莲道长比我想象中的更强大 甚至超越了四品 见金莲道长信誓旦旦保证 天地会成员松了口气 楚原诊传书 楚州图成案告诉我们 怀王与黑莲有勾结 依此推断 圆景帝会不会也和地宗有勾结 这一点咱们不得不讽 对啊 我怎么没想到 如果圆景帝插手此事 变数就罢了 李庙这心里一灵 许清安微微害手 楚原诊不愧是本群 另一位智商担当啊 说出了我的顾虑 一起砸扁就可以了 丽娜娜蛮不在乎的想 六号和一号始终窥评 没有传书 金莲道长传书回应 此事倒也好办 三号 你通知一下你堂哥 请他出手相助 一来可以增加我方战力 二来 魏渊不会坐视不理 靠主意 楚原诊眼睛一亮 许宁验虽然是六篇舞者 但金刚神功小成 又有儒家法术书卷 能发挥的战力 远胜普通四品 最关键的是 许宁验是武夫 武夫攻杀手段 是所有体系里最顶尖的 耐力也是最顶尖的 除了手段单一 无法应对复杂情况 缺乏群体攻击技能 各方面都不存在短板 哦 金莲道长当初选择我作为三号地书碎片持有者 后来又将我当作桥梁 与卫公达成一致的默契 是不是就存了关键时刻利用打更人的想法 许强忽然想到这个细节 并认为极有可能 如此才符合金莲道长老银币的形象 金莲道长 你说这样的话不觉得羞耻吗 李妙真没有说话 他坐在桌边眼神复杂 他是知道三号真实身份的 现在看着许清安和金莲道长唱双簧 田宗圣女觉得很羞耻 好的道长 我会通知我堂哥的 不过如果魏渊答应出手 恐怕你的莲子还得再分人出去一些 没问题 九色莲花一甲子成熟一次 一次能接十四粒莲子 频道只能再分出去两粒 这一点希望你能转告你堂哥 让他告知魏渊 好的 我实力低威就不错热闹了 但是我堂哥深用无比 必定能助道长守护莲子 一门双劫啊 这两人 李妙真默默的无脸 结束群聊后 许清安不出意外 收到了金莲道长的传书 你修为如何了 许清安传书回复 我正好缺一场酣畅淋漓的战斗 说不定能临阵突破 近身无品 很好 无品无夫 才是真正的登堂入室 不惧群躬 道长 先不说这个 黑莲与原警帝有勾结 如果让他知道我是地书碎片持有者 那原警帝也会知道 事后若是两人联手 我会很麻烦 我如何能暂时解除与地书碎片的认处关系 如果黑莲不知道他是地书碎片持有者 那么仇恨值就不会太高 最重要的是 当日在楚州城 黑莲知道那位神秘强者是地书碎片持有者 那么许清安要是参与莲子守护战 就只有两条路可以走 一 隐瞒关于许清安的一切 这个办法有很大的弊端 他无法使用黑金长刀 无法施展天地义刀斩 无法施展金刚神功 而神书已经陷入沉水 以身本事发挥不出 如何守护莲安子呢 二 解除与地书碎片之间的认处关系 如此一来 许清安之所以会出现在剑州 是因为受到了李妙珍和楚元珍的邀请 并不是他地书碎片持有者的身份 聪明人甚至会产生联想 当日楚元珍和李妙珍帮助他拦截禁军 是不是双方私底下达成了交易 换来日 许清安帮忙守护莲子 对比之下第二个方法明显更好 金莲道长沉默许久 传书说道 等你来了剑州 我再替你解除任主关系 地书密法不能外传 希望你理解 当然 你若愿意拜我为师 这就不成问题 您先跟我白露书院的四位老师打声招呼 看他们同不同意吧 许清安的嘴角抽了抽 为什么每个人都想当我师父呢 反而是那位对我有师徒之识的大佬 却从未有过类似的心思 甚至不愿收我做义子 第六百六十七集 屏蔽天机 一日 许清安太阳高照才起床 捧着木盆来到院子 看见王妃绣发凌乱的坐在椅子上 眯着眼 晒太阳 他瞅了一眼五官平平无奇的大缝 第一美人 没说话 自顾自的打了一桶水 准备洗脸刷牙 王妃见状 连忙跑进屋子 捧着他的木盆出来了 蹲在他身边 把剩下的半桶水倒进自己的木盆里 然后把白色的脸怕浸透湿润 细细的擦拭脸颊 许清安侧着头 看向身边的女人 乃以置信的说道 你是在等我打水 王妃边擦脸 边斜来一眼哼哼唧唧的 不可以 许清安放下珠宗牙刷 朝他拱了拱手 离开王妃的小院 许清安回徐府 牵来心爱的小木马 骑着他 赶往打耕人衙门 抵达衙门口 他把江绳丢给守门的侍卫 禁之入内 侍卫们出于本能 接过江绳 猛的想起 许银罗已经不是银罗 望着他的背影张了张嘴 最后保持了沉默 一路上 许多相熟的银罗铜锣朝他汉手 但没人上前打招呼 这并非他们势力 而是展现出过高的热情 很可能被人偷偷举报到陛下那里 打耕人就是干这种事的 只有魏渊不需要看原景地的脸色 即使许清安不再是打耕人 香火情仍旧在 因此他很快见到了魏渊 在七楼熟悉的茶室里 魏公 地宗的金莲道长托我带句话 九色莲花成熟在即 希望您能出手帮助 他会用两粒莲子作为报酬 许清安还是如同以前那般恭敬的抱拳 他没解释九色莲花是什么东西 因为以魏渊的见识 不可能不知道九色莲花 魏渊是许清安见过最博学的人之一 即使女学霸怀情也远不如他 魏渊温和的说道 以利足矣 我会让倩柔去帮忙 但也只有他一个 不会有其他打耕人 他旋即起身 眺望远景 沉声说道 他在哪里 剑州 剑州 回头取一份武林盟的资料给你 酒色莲花成熟 剑州武林盟作为地头蛇 不会毫无关注 甚至会出手争夺 嗯 魏公 您可听说过一个叫苏杭的人 魏公皱眉念叨几句 苏杭 苏杭 似有印象 历史间竟记不起来了 你问此人作甚 他是针得二十九年的近视 远景十四年 被贬江州担任知府 此年因贪污受贿问斩 他是我一个朋友的父亲 我答应他 帮他查明父亲问斩的真相 有什么问题 一个因贪污受贿问斩的高官 并没有什么稀奇的 每届警察都有类似的高官倒台 我从隐秘渠道得知 此人是被王党曹国公 以及诸多薰贵宗亲联手斗倒 委员思考了片刻 摇头道 你的信息错了 我不记得二十多年前 有这样的人物 魏 魏公不知道 许谦的瞳孔略有收缩 思绪一下子翻涌沸腾 他仿佛抓住了什么似的 灵感一闪而逝 最后选择先沉默 等搜集到更多线索 有更多推测 再与委员谈讨 魏公 我想先去档案库 查一查此人资料 好 我给你一份手书 三日之约很快就到了 九楼包间里 许其安等了一刻钟 陈总捕头和大理四成 陆续赶来 两人都穿着便服 做了简单的伪装 大理四成从怀里 取出两份卷宗 递给许其安 一份是远景十四年的 另一份是远景十五年的 许其安展开这份卷宗 认真阅读 远景十四年卷宗 东阁大学士苏杭 收受贿赂 包庇下属侵吞赈灾粮食 导致饿死灾民无数 被贬至江州 远景十五年卷宗 东阁大学士苏杭 同样收受贿赂 被人进京告欲状 朝廷彻查数十后 问展 苏杭竟然是东阁大学士 那曹国公密信里写的是苏党 许其安把卷宗还给大理四成 转而又看了陈捕头递来的卷宗 两者没什么差别 许其安举起酒杯示意 四成大人 您再朝围观多久了 二十一五 大理四成也抬起酒杯 吃溜喝了一口 许其安质疑 那您为何会不识的东阁大学士苏杭 大理四成的脸色陡然僵硬 端着酒杯呆呆的发愣 对啊 我为什么会不记得内阁的大学士 我为什么对苏杭这号人物 没有半点印象 许其安没有多问 招呼两位喝酒吃菜 这年头不用考虑喝酒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的规矩 即使他喝得鸣鼎大醉 往小木马身上一趴 小木马也能拖着他 哒哒哒哒的返回徐府 酒足饭饱之后 许其安没有送大理四成和陈捕头 目送他们打开包间的门离开 许其安带着几分微醺 往大椅上一躺 一只手搭在桌上 指头有节奏的敲击桌面 他陷入了思考 大理四和刑部都有卷宗 唯独打更人衙门没有 按照时间推断 卫工那会儿还没有执掌打更人衙门 他真正开始掌权 是山海关寨役之后 而苏航死于二十三年前 山海关寨役发生在二十年前 苏航是东阁大学士 可大理四成 卫工却并不记得此人 不但是他们 我重新问过曹国公的魂魄 他竟也不记得苏航 再联想到密信里 诡异消失的那个字 许其安脑海里浮现了四个字 屏蔽天机 下意识的 他的念头是 这事和监政有关 但是隐隐觉得 这个猜测缺乏证据 缺乏相应的逻辑 想着想着 他靠在长椅上打了个盹 一刻钟后 苏醒过来 我竟然睡着了 大理四成和陈捕头走了 许其安捏了捏眉心 自顾自的站起来 苏航这案子真麻烦呀 一点线索都没有 早知道就不答应苏苏了 还不是因为他实在太漂亮 否则我才懒得废脑子呢 他像是忘记了刚才的一切 舒展懒腰 离开包厢 黄昏 寝宫内 陛下有急事 老太监壁弯里搭着浮沉 跨过高高的门槛 快步的进入寝宫 远景帝刚食耳 借着要力盘坐图纳 没有搭理 老太监便不敢打扰 颇有些急躁的等待许久 终于远景帝结束图纳 睁开双眼 淡淡说道 合适 老太监从袖子里摸出纸条 递给远景帝 远景帝接过后 展开纸条看了一眼 深邃的瞳孔里 迸发出亮光 九色莲子 电话万物 第六百六十八集 过来一起睡 远景帝收好纸条 吩咐道 通知远远 让他经过来见我 不 不用了 刚经历人生起伏的老皇帝 沉吟许久 通知怀王的密探 即刻前往建州 争夺九色莲子 可以与地宗道士配合 断了断 他补充道 尽量多带一些法器 老太监躬身退下 建州 未处大凤西北地带 西林雷州 北接江州 同时 因为有两条草运 途经建州 故而繁华似锦 不过 建州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 是他独特的地域文化 武林盟 历朝历代 对于江湖组织的太多 都是朝安和打压为主 听话的朝安 不听话的打压或剿灭 如此才能维持王朝统治 维持世道太平 但凡事总有例外 建州的武林盟 就是可以一定程度上做到无惧朝廷的江湖组织 建州自古以来 便有着深厚的武道文化 帮派林立 其中有许多屹立不倒的百年老字号 这些帮派 尽规武林盟管辖 但这些帮派并不足以支撑武林盟如今的地位 追本溯源得从史书中去找 大周末期 百姓民不聊生 天下群雄揭竿而起 试图推翻暴政 大凤皇帝未曾发迹前 不过是无数叛军中的一只 拉拢起数百兵马 以攻占小县城为主 然后招兵买马 在那个时候 有几只叛军早已成了火候 具备割据一方的强大军事力量 其中一只便来自建州 这只建州叛军的首领是一位三平武夫 于战乱年代崛起 四处征战 无一败继 后来 大凤开国皇帝崛起 成为推翻暴政的主力之一 等大周覆灭 各路一师逐鹿中原 旧朝廷已经被推翻了 为了不再流血 建州那位三平武夫 向大凤高祖挑战 以各自军队为筹码 来一场武夫间的义气之争 结果不用多说 建州那位三平武夫输了 按照约定 他把军队交给了大凤高祖 只带走核心下属 返回建州 建立了武林盟 那位三平武夫已经绝技数百年 但武林盟一直宣扬他还活着 这便是武林盟真正的底气所在 原来武林盟的前身是义军啊 烛光下 桌边 许清安和尚大根人暗毒库 带出来的卷宗 他觉得这里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漏洞 按照卷宗记载 那位武林盟的开创者三平高手 当初是输给了大凤高祖的 可是高祖早就魂归天地 他凭什么还活着 没道理实力更强的高手反而死了 而实力低的却还活着 大家都是武夫 都是一样的粗笔 凭什么你能活几百年呢 顺着这个思路 他突然发现了以前忽略的一个细节 武宗皇帝当年清军策为由篡位 是一名武道巅峰的枭雄 但是百年后寿终正寝 从大凤高祖和武宗两位皇帝的情况看 武夫似乎不能长寿 但如果是这样 建筑那位匹夫是怎么活过几百年的 武林盟在虚张声势 匡骗天下人 不可能啊 如果是谎言 顶多骗一骗普通人 骗不了朝廷 但朝廷默许了武林盟的存在 说明有所忌惮 那位曾经的义军领袖 真的可能还活着 那 问题就出在大凤皇室身上 是什么原因让大凤皇室的高品武者 无法长生呢 许清安想不出来 便扭头问另一侧 盘坐在软榻的钟离 钟师姐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钟离披头散发的脑瓜子转过来 眼睛藏在凌乱发丝里注视着他 大凤开国皇帝是怎么死的 慢慢老死的 这许清安噎了一下忙不中 可是 巅峰武夫的寿元 难道和普通人一样吗 我 我不是武夫 不知道呀 钟离小声说道 他为自己不能替许清安解惑感到愧疚 这样啊 算了 反正也不是必须要得到答案的急事 许清安吹灭蜡烛 脱掉鞋子爬上床 笑着调侃 过来一起睡 钟师姐还是黄华大闺女 所以不搭理他 剑州 九州地理志记载 剑州有山 山中有寿 人面寿身 六尾 能吞跃 名曰 犬戎 犬戎 犬戎山 是武林盟的总部 小混手 荣荣 随着师傅 还有楼主 乘坐马车 来到犬戎山 这座剑州 武林人士 心目中的圣山 万花楼的楼主 带了十几名高手 应召而来 万花楼 以女子为主 各个花容月貌 艳势魅形 资质好的 留下来做敌传弟子 资质偏差的 则外嫁出去 百年来 剑州大部分 排得上名次的帮派 多多少少 都与万花楼 有殷亲关系 美妇人盯着徒儿 这次师傅 带你出来 见见世面 你记得莫要逞强 当个旁观者便成 即使在一众美人中 也是出类拔萃的荣荣 先点点头 而后有些 不服气的说道 师傅 我已经六品了 六品 铜皮铁骨 在江湖上 也算是中流砥柱 走到哪儿 都能被人尊敬 也就建筑这样的 武道圣地 才显得一般般 并不出彩 美妇人摇了摇头 六品不够看的 接下来的事件里 恐怕只有五品以上 才能参与 五品之下 怕都是送死的马前卒 小混手荣荣 心里一灵 低声说道 师傅 究竟发生何事 说话间 马车在犬荣山脚停了下来 万花楼的女子们 跃下马车举目眺望 犬荣山缭绕在云雾间 其风陡峭 拐石临寻 山林茂密 百年老树参丝 一座座阁楼 院落 掩映其间 穿过山脚的汉白玉 建造的牌坊 荣荣提着裙摆 射击而上 听见师傅低声说道 你知道地宗吧 荣荣点头 道门三宗 在江湖上是仙家大派 九州最顶尖的势力 三宗道手 是连朝廷 都要忌惮三分的存在 听楼主说 地宗有一伙道士 在建州培育一株 叫九色莲花的义宝 不久前 义宝成熟 霞光冲天 曹盟主上门索要莲藕 糟具 与地宗道士打了一架 事后 武陵盟便召集各大派 意欲围剿那伙道士 荣荣大吃一惊 曹盟主这事做事 总是武陵盟千秋顶上 也绝对得罪不起 道门帝宗的 美妇人忧心忡忡地点头 玄机又摇头 曹盟主雄才伟略 眼光独到 她敢这么做 必定是有缘由的 只是我们不知罢了 这时候 荣荣听到前头带路的楼主 柔媚清冷的声音传来 净声 师徒俩便不再说话 荣荣抬起头 看着楼主的背影 第669集 等一个家伙 万花楼女子衣着比较开放 又是夏日炎炎 穿得颇为清凉 从荣荣这个角度 能清晰地看见 楼主圆润丰满的翘腿 网上是丝带系着 盈盈一卧的仙腰 流畅曼妙的背部曲线 楼主常年青纱遮灭 仅靠一双狐媚子般的毛子 浮屠的身段 便被外界誉为万花楼花魁 魅力可见一般 很快 他们抵达了山顶 由盟理管事领着 进了大院 万花楼的楼主穿过院子 走进议室大厅 其余人则留在院外 荣荣低调顾盼 看见大院子后立着许多熟悉的面孔 任君背着一把剑的是墨格的弟子 柳公子和他的师父辨在其中 穿轻衣的是神拳帮的人 这个帮派的人出拳很有章法 近来收了许多个性张扬的女弟子 穿金红香肩服饰的是千姬门 擅长使用各种暗器毒药 手段诡诀难缠 浑身笼罩黑袍的是飞刀门 飞刀既是暗器又非是暗器 据说飞刀门的门主能驾驭一百零八柄飞刀 攻杀之时堂堂正正甚是了得 荣荣默默收回目光 解释道场的江湖组织 便有十八个之多 能响应武林盟号召 前来会师的都是高手 绝对没有喽啰 盟主对什么酒色凉花 是志在必得 荣荣在心里暗想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一个多时辰后 万花楼的楼主率先出来 而后是其他门主帮助 荣荣透过敞开的议事厅大门 看见屋内的高椅上 坐着一位魁梧高大的中年男子 穿着紫袍 金线绣出层层叠叠的云纹 他不敢去看那人的面孔 迅速低头 跟在楼主和同门身后离开大院 来到安置万花楼的住所 楼主召集了美妇人在内的几位长老 进屋谈试 到了黄昏 美妇人返回 荣荣立刻拉着师傅回房间 关好门窗追问道 师傅 到底怎么回事 美妇人沉阴许久 缓缓开口 事情已经明白了 潜伏在建州的那只地宗道士 是地宗的叛徒 他们偷取了九色莲花 依靠武林盟的庇护前藏起来 躲避地宗的追捕 不久前 易宝成熟出现异象 地宗到手追了过来 但因为忌惮武林盟 因此与曹盟主达成协议 双方共同围剿地宗叛徒 报仇是一节莲藕 曹盟主许诺楼主他们 将来培育九色莲花成熟 但凡参与者都能分到莲子 你可能不知道啊 这莲子是难得的瑰宝 可以点化万物 便是繁铁也能诞生气灵 当然 莲子易甲子成熟一次 周期漫长 曹盟主还许诺了其他利益 变化万物 蓉蓉抿了抿嘴 目光里悄悄闪烁起垂涎 这样的之宝 任何人都会渴望 都会垂涎 他旋即皱了皱眉 这 如果是这样 曹盟主为何要召集我们 以犬容山武林盟的势力 联合地租 不难剿灭那只叛逃的道士吧 美妇人赞许的点头 那只叛递宗门的道士 自然不足为虑 副手可灭 曹盟主真正要防的 应该是帝宗言而无信 蓉蓉恍然大悟 另一边 墨阁歇脚的居所 房间里 柳公子惊喜道 那林子真又如此神奇 柳公子的师父 擦拭着心爱的长剑汗手 自然 道门帝宗的质宝 怎么神奇都不夸大 若是为师 能得到一枚莲子 便将它用来点化这把剑 刘公子目光顿时落在原本属于自己的法器上 咽了咽唾沫 用力点头 莲子成熟 那是一甲子后的事 师父放心 我会好好带他的 将来 他会是我们这一脉 代代相传的绝世神病 柳公子的师父 倒也没反驳 微微地汗手 听客主说 那只叛逃帝宗的道士 势力不算强 但不能心存侥幸 你这次就别参与了 再微微观战吧 柳公子用力点头 一晃 便过去了一旬 建州当地官府惊恶地发现 这段时间来 建州来了许多江湖人士 他们群聚在客栈 酒楼 祭馆 把建州将有一宝出事的消息 大肆传播 建州知府 这才后知后绝地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官府最反感的便是 武林人士笑剧 容易惹出事端 当即征调 为所兵力 加强防备 时刻在城外待命 而后派人打探情报 竟颇为轻松的就了解到 一宝出事的地点 在建州城远郊的一座山庄 建州官府如是重负 只要混战不发生在城内 江湖人士打生打死 他们才懒得多管 山庄里 金莲道长站在阁楼之上 跳望远处山道 肤白貌美的白莲登上阁楼 与他并肩而立 方才又有一伙江湖人陷入迷阵 被弟子们打晕捆绑 这段时间以来 我们一共俘虏了数十名江湖人士 这些人罪不至死 若害了他们性命 便是残杀无辜 不杀 留着也是隐患 如何是好 金莲道长叹息 这是黑莲故意放出风声 换成其他势力 其他组织 遇到这种情况 定会毫不犹豫的杀鸡 警猴震慑小 但金莲道长他们不能这么做 因为帝宗修的是功德 不能无故杀生 否则会产生心魔 堕入魔道 黑莲正是知道这一点 才散播流传 引来众多江湖人士 白莲抬起束手 把青丝拢在耳后 无奈地叹口气 金莲道长笑容云淡风轻 仿佛一切尽早掌控 悠悠地说道 不急 当一个家伙 他若来了 那些乌合之众 会退去八成 白莲女道长很想知道金莲道手挑了哪些江湖高手作为地书碎片持有者 他是有颜色的莲花 地位颇高 知道一些内幕 金莲道手挑选的碎片持有者 据说都是拥有大复原的后起之秀 他们将来会是金莲道手铲除磨念的重要仪仗 可问题是 这些年轻人都是后起之秀 实力再强 能强到何处呢 除非每一位都是四品 否则白莲不认为这些年轻人能挡住地宗入魔的几位莲花道士 能挡住黑莲道手 能挡住武林盟的人马 但是金莲道手似乎对他组建的帝书天地会很有信心 九州各地青莲君彦数之不尽 犹如过江之际 实在猜不出金莲道手物色的年轻人是谁 白莲心里既忐忑有期待 全戎山 深夜 身穿紫袍 金线绣出层层叠叠叠云纹的曹青阳 独自一人离开大院朝着后山走去 后山有一人与国同龄 月光暗淡 树影婆娑 他稀稀素素地沿着山间小路行走 紫袍下摆浮动路边的杂草 曹青阳年过四十五官端正 眸光锐利 面相上完美契合一个正子 关于这位盟主 建州江湖一直有个为人津津乐道的传言 据说前任盟主 据说前任盟主痴迷于面相学 他有一次偶然间遇见当时还是武林盟一个楼罗的曹青阳 大喜过望直言此子面相非凡是万中无一的厚土像 天元地方大地厚德在物 拥有厚土像的人德行无缺能领群雄 所以收为弟子传授一生武学 并将武林盟的盟主之位传授于他 不管面相学有没有道理 但前任盟主的眼光确实不错 从武学造诣来讲 曹青阳是建州第一武夫 武榜魁首 从职业素养而论 曹青阳统领建州武林盟 十多年来未犯大错 建州江湖秩序稳定 甚至还会配合官府 缉拿一些江湖逃犯 山林间跋涉一刻钟 眼前豁然开朗 出现一面巨大的崖壁 高耸崖壁的底部是一座石门 石门紧闭着 门口落满了腐烂的树叶 长满了杂草 似乎尘封无尽岁月 未曾开启 踏出林子 看见崖壁的刹那 曹青阳敏锐地察觉到崖顶 亮起两道红灯笼 在他身上照了一下 寄而熄灭 那是犬戎 曹青阳来到石门边 弯下几梁 声音沉稳恭敬 老祖宗 我会替你夺来九色连藕 助您破关 门内并没有回应 曹青阳继续道 自二十年前的山海关战役之后 大风国力日渐衰弱 朝廷对各州的掌控力 急剧下降 各州灾情不断 徒孙有预感 大乱将至 门内终于响起苍老且飘渺的声音 大风的皇帝还在修道 曹青阳汗手 是的 冷哼声从门缝里传出 曹青阳继续说道 近来从京城传回来一个消息 那位束手边关的镇北王 为了冲击二品大圆满 屠戮楚州城三十八万百姓 被一位神秘的强者 斩于楚州城 当即把消息简单的说了一遍 那声音回应 斩得好 事后 远景地位遮盖罪行 沙海津津深院的楚州不正史 薄匹煮饭之一的胡国公 朝堂诸公不管 金正不管 那声音低沉了几分 是的 曹青阳声音落下 胡爵脚下大地微微地颤抖起来 石门也颤抖起来 灰尘速速掉落 崖壁上那两个灯笼又亮了起来 冷冷地注视着他 老祖宗息怒 此事还有后续 山堤震颤声停止 崖壁上两盏红灯笼旋即熄灭 曹青阳吐出一口气 为言端正的脸庞 露出明显的放松情绪 接着说道 后来一位阴罗闯入皇宫 秦拿护国公 痛斥皇帝罪行 痛斥镇北王罪行 将涉案的两位国公 斩于蔡氏口 石门内 许久没有传来声音 竟没了半课中 编编编的叹息声传来 自古匹夫最可恨 自古匹夫最无愧 曹青阳想了想 老祖宗 那阴罗并没有死 哦 这一次 低沉飘渺的声音里 夹杂着一丝的好奇 此人名叫许锡安 是一名打工人 去年警察崛起的人物 老祖宗要是想听 徒孙可以与您说道说道 呃 您莫要嫌我烦便是 苍老的声音里 带着些许的笑意 老夫顾不自封数百载 不知世外江山 不知九州江湖 除了隔大时间听你唠叨 其他时候无趣的很 曹青阳便在石门前盘坐 一半一眼的说道 近年来江湖中 最有意思的是飞燕女侠 朝堂上 最令人拍案叫绝的 便是这个叫做许锡安的阴落 当下把经察之年 许锡安崛起的一桩桩 一件件唯唯道来 武林盟能称雄建州江湖 让官府忌惮 朝廷默许自然有他的独到之处 最让曹青阳自傲的 不是盟中高手 也不是那八千众骑兵 而是他一手打造的情报系统 反复走卒江湖游侠 这些人组成的情报系统 在曹青阳看来 虽急不上那未轻衣的打更人案子 但论及底层的信息情报 却更胜一筹 从牢中破解税银案 到刀斩上级 从桑坡案到云州案 一直到最近的楚州案 曹青阳都能说的详细明白 建州对这位许银罗 是花了很大功夫的 当然也是因为那人做出的事 过于惊世骇俗 过于高调 想不知道都难 石门里的老祖宗耐心的听着 听一个小人物的晋升之路 竟听得津津有味 苍老的声音还笑道 有趣 有趣 此次若不夭扯 大方又多一位巅峰武夫 江湖传言 此次天赋不输朕北王 曹青阳汗手 不觉得老祖宗的评价有什么问题 相比起朕北王 我更希望看到姓徐小子 这样的武夫出现 唉 武夫以立反进 越无法无天 念头就越纯粹 因为武夫修的是自身 朕北王是一位纯粹的武夫 所以他能走到那个高度 但正因为如此 他才会做出图成暴行 所以自古匹夫最可恨 信许的那小子 同样是无法无天 做事只求问心无愧的人 因此他为一个不相干的少女 刀斩上级 他会为一时的热血 独挡 多少盘军来着 斩了两百多盘军 曹青阳回忆了片刻 答道 你刚才说 他独挡一万盘军 曹青阳面皮微微抽搐 有的说是八千 有的说是五千 也有的说是一万 两万 传闻实在是太多了 我给记差了 包括这次的楚州图成案 人人忌惮皇权 不敢放声 唯独他该站出来 冲冠一怒 所以 自古匹夫最无愧 金济老祖宗教会 顿了顿 他再次提及 此次拜访的正事 地宗的九色莲花 便在剑州 再过几日便成熟 我想夺来莲藕 助老祖宗破关 只是 那地宗道手 坠入魔道了 不足为戏 徒孙只半只脚踏进三品 仍有半只脚 无论如何也迈不过来 恐 无力对抗地宗道手 还请 老祖宗助我 道门天地人三宗 历代道手 都是二品 我如何助你 老祖宗 来的只是一具分身 最多便是三品 石门凤里 挤出一滴剔透的血珠 撞入曹青阳的眉心 第六百七十一集 去剑州 清晨 阳光普照大地 带来强而有力的热量 许清安适时醒来 头大如斗 有些难手 边打哈欠 边心里嘀咕 好久没去看望福香了 甚是想念啊 穿戴整齐 唤醒不远处软榻上的钟离 招呼他一起去洗脸刷牙 两人蹲在屋檐下 捏着朱棕牙刷 刷得满嘴泡沫 这时 钟离突然眉头眉脑地说了一句 然后歪着头 默默地看着他 许清安皱着眉头 有话你就说吧 给我一个眼神 我就能领会了 哦 他含糊不清地 哦了两声 还一口水 吐掉白沫 轻声说道 老师给你的那把刀 空有绝世神兵的架子 却没有相应的气灵 许清安心里一动 然后 钟离认真的建议 声音宛如屋檐下的风铃 清脆中带着软糯 一定要拿到莲子 它能点化兵器 让你的刀诞生气灵 拥有了气灵的武器 将成为一柄真正的大杀器 九州最顶尖的法宝 如郑国间地书这些 都是拥有气灵的 也就是说 半生气灵 是迈入九州 最顶尖法宝行列的基础 经郑老师赠你的配刀 若是能够拥有气灵 高屏武服的肉身 便也不再是那么无敌 对啊 我之前怎么没想到 莲子是能点化万物的 自然也能点化我的配刀 徐清安怦然心动 他心里估算了一下 若是黑金长刀诞生气灵 再配合他的天地一刀斩 那就不只是同阶无敌 那么简单 极有可能 极有可能跨一个境界 斩杀敌人 等他真正晋升无品 说不定能搏杀四品武夫 嗯 就算四品巅峰不行 但寻常四品还是不难的 以此类推 如果晋升四品 那是不是同阶中 攻杀之数数一数二呢 许清安现在最缺的 就是真实的战力 武器也是战力的一种 钟离竖了竖口 软糯的声线说道 七灵诞生之后 刀便不是死物 你日日温养他 他会认主 旁人无法使用 你有地数碎片 你该明白 钟离真棒啊 许清安迫不及待地想去建州了 他故意板着脸 沉沉说道 你怎么知道我有地数碎片 你怎么知道我要去守护莲子 你是不是亏是我传说 啊 钟离傻乎乎地看着他 许清安摸了摸嘴角 把掌心里的泡沫涂在他头顶 再把原本就乱糟糟的头发 弄成鸡窝 他得意洋洋 笑嘻嘻地看着自己的杰作 我 我要洗头 钟离无辜地看了他一眼 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被这样对待 委屈地走开了 如果是王妃的话 这会儿就扑上来抓花我的脸了 许清安发出得意的哼哼声 熟悉的心迹感在这个节骨眼袭来 许清安皱了皱眉 丢下朱棕牙刷返回房间 从枕头底下抓起地书碎片 查看信息 诸位 即刻出发来箭州 情况有些不妙 楚元忍立刻回复 情况不妙是什么意思 道长 箭州发生何事 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 这次的敌人有点多 局势很不妙 你们最好立刻过来 面谈 这次敌人有点 许清安眉毛立刻扬起 有了钟离的一番话 他对莲子势在必得 因为这能让他拥有一把绝世神兵 而不再只是收获一个可怕的小妾 我要立刻离开了 先送你回四天检 许清安抓起钟离的胳膊 奔出房间 恰好 看见李妙珍提着飞剑从房间里出来 身边没有苏苏 可能是收入阴囊里了 我送他回四天检 李妙珍汗手 厄运缠身的钟离 就算是平时都要小心翼翼 说是身处战场的话 骑上小木马 带着钟离返回四天检 许清安正要和李妙珍会合 心里却突然涌起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杨谦幻是四品术实 公杀之术不及五福 带一手阵法玩的很溜 还有法器 许清安看见钟离顺着时机往下 即将消失在眼前 连忙喊道 钟师姐 杨师兄在底下对吗 钟离回过头 嗯 杨师兄 杨师兄 他冲着弟弟大喊声音轰隆隆的回荡 吵死了 喊我何事 杨千焕不满的声音传来 想找师兄帮帮忙 许清安刚开口 便被杨千焕打断拒绝 不帮 滚 是许清安无奈的看向钟离 钟离摇了摇头表示无能为力 他想了想 太息一声 高声说道 我此去是为以赴当官 万夫抹开 我此去是为杀尽萧小 震慑江湖 我此去是去武道圣地的剑州 是为剑州的江湖说一句话 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 许清安刚喊完 只见眼前白眼一闪 杨千焕副手而立 沉声说道 走 剑州 越是山庄 年约四十 脸蛋圆润 身段风鱼的白莲道长 穿着玄色道袍 青丝挽起 插入一根乌木道簪 简洁随性中透着妇人的婉约 往日里温婉随和 始终挂着笑容的白莲道长 此刻脸色严肃 无声地走在山庄外围的 区域 十几名弟子跟在他身后 清理着障碍物 试图重新布置阵法 卓丽刚刚经历过一场炮火轰击 炮弹如同陨星坠落 撞出一个又一个巨大的深坑 冲击波掀开地面铺设的轻石板 摧毁房屋和树木 一名天地会弟子不幸被炮火击中 尸骨无存 两名天地会弟子深受重伤 自从逃出地宗后 这群保持理智没有堕入魔道的地宗弟子 改名为天地会 而最重要的是 金莲到手在山庄里布置的阵法 被硬生生的撕开了一角 再也无法挡住汹涌而来的敌人 其中包括那些实力不强 却数量众多的江湖人士 江湖散修向来是个令人头疼的群体 他们数量众多 他们手段诡计卑劣 他们为了获得资源 可以抛头颅撒热血 毕竟没有靠山 想要晋升 就不能放过任何机遇 白连师叔 一名穿浅蓝色道袍的弟子飞奔过来 眼里含着泪 哽咽道 灵真师弟 他 他 话没说完 痛哭了起来 灵真是重伤的弟子之一 伤势过重 没能救回来 而他没有修出阴神 死便是死了与常人无异 白连身后十几名弟子眼圈一红 地宗到手入魔后 大部分弟子都堕入魔道 成了妖邪 如今他们这些神智清醒的弟子 只有三十六位 少一个都是巨大的损失 现在地宗正统弟子只剩三十四位 美妇人叹息 他会以另一种形式陪伴我们的 白连师叔 你不是说经联道长 请了低叔碎片持有者们 前来相助吗 他们人呢 怎么还没来啊 一位女弟子含泪问道 闻言 其余弟子也看了过来 眼里透着微微的亮光 因为白连师叔不止一次向大家强调 帝叔碎片的持有者都是天之骄子 本领高强 一定能帮他们守住连子 度过这次劫难 会来的 会来的 白连道长不停地安慰弟子们 他没有把自己的担忧暴露出来 不久前的火炮轰炸 为时出乎他的预料 按照金莲道守的布置 越是山庄整体便是一座阵法 每一位帝叔碎片持有者守护一个位置 借助阵法的威力 便能挡住外敌 拖到莲子成熟 莲子一旦成熟 金莲道长便能恢复部分战力 而且不必再死守山庄 他们就可以边战边退 最后成功撤离 白连吩咐道 我们现在要做的 是修补阵法 堵住这个缺口 弟子们没有再说话 各自忙碌起来 或清扫废墟 或修补阵法 看着他们忙碌的背影 风韵极佳的妇人 皱起秀气的眉毛 无声的叹息 其实 帝叔碎片持有者是谁 是否帮助他们度过这次危机 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这时候 喵的一声 几只橘猫从灌木丛里窜出来 静静的看着忙碌的弟子们 第672集 来了 这些猫是金莲道长带回来的 养在山庄里好一阵子了 平日里在山庄四处游荡 倒也不跑 似乎把这里当家了 真不知道金莲道长出去一趟 怎么就爱上了养猫 不过女弟子们挺喜欢这些猫的 修炼之余 喜欢抱着逗弄 白莲道长看着几只猫儿笑了笑 白莲师说 修补阵法还有用吗 即使我们修补好了 下一轮炮火来临 轻而易举就摧毁了我们的成果 一位年轻的弟子发泄式的砸掉手里的材料 红着眼 悲愤又无奈 我们不是四天剑的术士 我们刻画不出抵挡炮弹的阵法 我们 我们守不住连死的 坠入魔道的妖道 武林盟 还有突然出现的朝廷势力 我们凭什么手 凭什么 他的情绪传染给了其他弟子 众人默默看下手里的工作 默默的看着白莲道长 婉约翘立了中年 道姑心里一领 知道弟子们已经处在崩溃的边缘 这段时间 各路散修齐聚十几里外的小镇 其中包括武林盟 帝宗妖道 以及那支可以调配法器火炮的朝廷势力 这些情报 岳氏山庄都有派弟子乔庄潜入 伪装成江湖人士暗中收集 正因如此 他们知道敌人有多强大 担忧和恐惧在心里积压这么多天 被刚才那场火炮轰炸给引燃了 你们别担心 我们还有地数碎片的持有者 我们并不是孤立无援 他话没说完 便被一位年轻的女弟子打断 他蹲在地上大声反驳 其实根本没有地数碎片的持有者 对不对 师父 如果真的有什么远兵 真的有地数碎片持有者 为什么你会不知道 你一直不告诉我们 就是因为 你在骗我们 白莲柳梅清楚扫过众弟子 他们同样也在看他 一双双眼睛里填满了失落和沮丧 原来他们也是这么想的 白莲道长瞳孔疏然锐利 即便真没有地数碎片持有者 你们就无法战斗了 我地宗广修功德 行侠仗义 弟子们人何曾怕过死 弟子们沉默了片刻 一位年轻弟子摇着头惨笑道 白莲师叔 我们不怕死 我们怕的是无用的牺牲 时至今日 弟宗真正的小伙 便只剩二十四人 为了九色莲花 尽数折损 你 你和金莲师叔 真的这么想的吗 又一位弟子双拳紧握 眼里寒泪 如果师兄弟们 都死在月石山庄 纵使保住了九色莲花 又能如何 香火都断了呀 先前大声反驳的女弟子 抽抽气气地哭起来 师父 我们退吧 您去和金莲师叔说说 好不好 白莲道长没有恼怒 只是觉得悲伤 想当初 这些孩子意气风发 都是地宗将来的顶梁柱 自从道手入魔后 他们东躲西藏 看着同门师长 跺入魔道 把屠刀挥向他们 多年过去 他们已成了金弓之鸟 他们的意志正慢慢被磨平 他们的勇气正一点点的消磨 他们太需要一场圣战来挽回自信 塑造信仰 突然 白莲耳阔微动 听见风中传来微弱的动静 他下意识地抬头 看见一道剑光呼啸而来 欲剑飞行 白莲心里一灵 欲剑飞行是道门独有的手段 天地人三宗都能施展 在这个节骨眼上出现一位欲剑飞行的高手 地宗妖道的可能性更大 周围的年轻弟子们立刻警戒 纷飞欲出自己的罚器 真到了不得不战斗的时候 他们也不会畏惧死亡 飞剑之上的人影 似乎察觉到自己被十几道契机锁定 不慌不忙地探入怀里 摸出一把玉石小镜 朝底下众人晃了晃 年轻的弟子们仍然严阵一带 并不识得此物 但白莲瞳孔未有收缩 认出了那是帝宗至宝 帝书碎片 是帝书碎片持有者 白莲惊喜道 同时用力压了压手 示意弟子不要贸然出手 误伤援兵 帝书持有者 来了 众弟子脸上呈现出或惊喜 或茫然 或激动的表情 竟真的有帝书碎片持有者 虽然白莲师叔一直在强调有援兵 但不管弟子们怎么追问 白莲师叔偏不说出帝书碎片持有者的身份 时间一久 弟子们表面没说 心里却产生了质疑 而今 在他们意志最消沉的时候 帝书碎片的持有者真的出现了 飞剑降落在废墟边 两个美人偏然跃下 前头那位穿着道袍 有一张名利的瓜子脸 唇红谋亮 肤白如雪 眉尾带着微微的锋芒 阴起勃勃 另外一位少女有着南疆人的特征 五官精致绝美 气质活泼 蔚蓝色的毛子宛如大海 灵动闪亮 但小麦色的皮肤 矫健的身姿 让她看起来像是生活在丛林里的小瓷豹 李妙真 天宗圣女李妙真 是妙真师姐 真的是妙真师姐 太好了 妙真师姐是我们地宗的地书碎片拥有者 弟子们认出了李妙真 天地人三宗各有各的理念 天人两宗更是势如水火 但并非老死不相往来 三宗弟子偶尔会相互拜访 虽说天人两宗经常不欢而散 但道门两个字终究是让三宗维持着微妙的联系 不至于完全断绝 前阵子李妙真和楚元枕的天人之争闹得沸沸扬扬 越是山庄又不是与世隔绝 天地会弟子们知道的一清二楚 李妙真行了一个道理 矜持微笑 诸位师兄姐弟们有礼 天地会的年轻弟子们纷纷回礼 而后看向丽娜 李妙真一会介绍道 他来自南疆丽谷布 众人再朝丽娜行礼 南疆小黑皮攻身回礼 这只有两位吗 一个年轻的弟子试探道 如果只有两位援兵 其实对局势并没有太大用处 尽管天宗圣女李妙真已经踏入四品 是前途无量的后起之秀 可眼下的局势是群狼还死 高手如云 李妙真笑了笑 他们快到了 他们 天地会的众弟子心里一喜 这意味着援兵不止一位 他们开始期待地书碎片 其他的持有者 南疆的小姑娘修为如何 看不出来 但李妙真却是大名鼎鼎 想必其他人也不会差 正想着又有人预见而来 在越式山庄上空盘旋一圈 迅速的降落 朝李妙真等人刺来 剑脊上站着两人 这次是两个男子 前头那个穿着青衫面容清俊 额前一缕白发 青衫男子身后 是一位魁梧的中年和尚 五官平庸 气质温和 看不出有什么奇特之处 楚元枕 仁宗记名弟子 诸位帝宗的同门 对他想必不陌生 李妙真笑着介绍 楚元枕 一位清秀女弟子 惊呼了起来 天人之争前 楚元枕的名声 只在京城流传 带于李妙真交手之后 这位仁宗记名弟子 迅速的名声打造 他之前的事迹也被扒了出来 元极二十七年的状元 次年辞官修武道 沉寂数年后 迅速崛起 被魏冤誉为京城第一剑客 是个有着浓厚传奇色彩的人物 白莲道长惊喜不已 道手居然把天人两宗最杰出的弟子 拉入天地会 李妙真 将来可是要成为天宗高层的 他加入天地会 会不会是天宗的意思 天宗也觉得 地宗群体入魔事件 有损盗门形象 打算出手 同样的道理 仁宗道手落玉衡 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想法 白莲道长看得比普通弟子 更深刻 更长远 我天地会遭此大难 多谢四位 不远千里赶来助阵 莫尺难忘 白莲迎上来郑重失礼 顿了顿他继续说道 眼下局势非常糟糕 仅是武林盟的四品高手 便比我们还要多 何况还有入魔的妖道们 还有一群浑水摸鱼的伞羞 几位尽力便好 气不可逞强 实在不行 酒色莲花放弃便放弃了 他认为凭借我们的战力 不足以扭转乾坤 楚元枕听出了白莲道长的 言外之意 虽说有轻视之嫌 但这份心意出于真心 楚元枕哑然失笑 还有一人 他比我和妙真都强 而且江湖上 有头有脸的人物 应该会卖他几分薄面 李妙真转头四顾 没好气地说道 他怎么还没来 兴许还在路上 他们说的是谁 比李妙真和楚元枕还强 并且能让江湖上有头有脸的人物 卖几分薄面 那得是什么样的大人物 天地会弟子们面面相取 有了李妙真和楚元枕的朱玉 在前众人纷纷期待起来 今天道长好久不见 你这屁号怎么还没有改啊 很扑扑的笑声 从众人身后传来 寻声看去 一个穿黑色浸装 竖高马尾 后腰挂着修长配刀的年轻男子 蹲在一只橘猫面前 不停地挥手打招呼 橘猫受了惊吓 拱着身子朝他呲牙 道长 演戏演得还真像 那不是经年师叔 是普通的野猫 一个女弟子小声说了一句 扎高马尾的年轻男子 回过神来诧异 是吗 他模样甚是俊朗 嘴唇薄厚适中 鼻梁高挺 双眼明亮而深邃 脸部轮廓硬朗 透着阳刚之气 当场 十几位天地会弟子 脑海里轰的一阵 涌现出难以置信的情绪 脸色纷纷僵硬 是 是秦安 大凤银罗许秦安 对于这位如毁星般崛起 创造了一个又一个 传奇的年轻男子 隐居在越式山庄的弟子们 并不陌生 他真正进入越式山庄情报网 是在佛门斗法结束之后 朝廷广发抵报 召告天下 奠定了许清安 名震大奉的传奇 随后 负责外出搜集情报的弟子 传回了一份此人的详细资料 深险大牢 凭一己之力 勘破睡淫案 解救家族 奉旨彻查桑坡案 挖出平阳郡主被害的陈年旧案 一大票的朝堂大佬 因此倒台 随后赴云州查案 于使团为难之际挺身而出 独当叛军若干 回京后 先破宫中浮飞案 后立错佛门 赢得斗法传奇一般的男人 不少男弟子回忆起那段时间 山庄里不少师妹师姐 经常私底下讨论这个男人 说江湖少侠千千万 抵不上许清安一根指头 这还不止呢 大概半个月前 建州城张贴了一张皇帝陛下的罪己照 整个建州江湖都震动了 龙椅上那人在位三十七年 第一次下罪己照 内容触目惊心 越是山庄派弟子一打听 才知道京城近来 发生了这么大的案子 怀王屠城 皇帝包庇 满朝诸公破于皇权 明哲保身 无人站出来 为三十八万百姓平反 是许其安 闯皇宫秦国公 才是口怒斥朝廷 一刀斩下 斩出了朗朗乾坤 也斩断了自身前程 越是山庄女弟子 有一个算一个 都非常仰慕那位传奇银罗 他们万万没想到 那位仰慕已久的传奇人物 竟是帝书碎片持有者 是天地会成员 是自己人 这比任何豪言壮志 都要鼓舞人心 年轻的女弟子们 激动得面红耳赤 眼里泛着亮晶晶的光 仿佛随时都会尖叫着扑上来 李妙珍不动声色的环顾一眼 把年轻道姑眼里的激动 和爱慕看得清清楚楚 她眉毛微皱 有些不悦 她不高兴的原因 当然是不想看到帝宗的女弟子们 掉入许其安这个火坑 此人是好色之徒 并非良人 要不然还能是什么呢 金莲道长鬼魅般的出现 站在菊猫侧边 皮笑肉不笑的抚须 许公子莫要开玩笑 贫道怎么会是猫呢 道长这眼神有点可怕呀 许其安识趣的插开话题 道长我们来了 莲子还有多久成熟 说完他环顾周遭 你用帝书通知我们过来 是因为这个情况 金莲道长汉手 看了眼狼藉的现场 无奈道 你们大奉那位皇帝 对酒色莲子也很感兴趣 不但派了一对神秘高手前来 还携带有法器火炮 清晨一番轰炸 把我布置的阵法破坏了 哎 我原想着让你们配合阵法守护山庄 扩大优势 如此才能以少博多 如今 如此粗陋的玩意儿 你叫阵法 为等许其安等人回话 一个声音突然响起 回荡在废墟之上 那声音中夹杂着毫不掩饰的鄙夷和不屑 天地会弟子们大怒 还手四顾 怒喝道 何人说话 藏头漏尾 哎 低沉的 飘渺的叹息声传来 来自四面八方 无处不在 天不声我杨千焕 大凤万古 如常夜 这声音 仿佛来自遥远的上古时代 带着巨大的沧桑和厚重的历史 回荡在众人耳畔 敢 敢问前辈 是何方神圣 天不声我杨千焕 大凤万古如常夜 这是何等的霸气 何等的孤傲 晚约美丽的白莲道长 大吃一惊 除了帝叔碎片持有者 金莲道手 还请了一位爵士高手吗 在场的弟子 此时也收了法器 拘谨的左顾右盼 寻找前辈的身影 连白莲师叔 都口称前辈 他们哪里还敢有言语冒犯呢 在那里 一位女弟子发现了他 小声说道 第六百七十四集 我为什么要认识他 一道白衣身影站在远处 背对着众人 他覆手而立 风吹动他的衣摆 吹起他的法丝 飘飘然如折仙 这位是京城大名鼎鼎的术士 杨千焕 杨千辈 许千安联盟给大伙介绍 白莲道姑迎上几步 恭敬的诗礼 多谢杨千辈前来相助 前辈与金莲师兄 是在京城相识 说话的时候 白莲道姑看了一眼 不远处的金莲道长 道手竟然能搭上 四天剑这条线 要知道 四天剑的术士 是继儒家之后 最目中无人的体系 就算是道门 术士们也不放在眼里 不愧是道手 竟不知不觉见 布局到这般程度 众弟子面露喜色 杨千环哼了一声 哼 金莲是谁 白莲道姑一愣 您不认识金莲师兄 杨千环副手而立 语气孤傲 我为什么要认识他 白莲好奇 那您此番前来 是为何 他身边 十几位弟子 望着杨千环的背影 杨千环淡淡说道 若非因为许七安请求 本尊可不懈掺和 这种俗事 许七安是默默地捂着脸 够了够了够了 杨师兄 味儿太冲了 原来是许公子请来的 是了 当日他便代表 四天剑与佛门斗法 想来 是与四天剑有渊源的 白莲道姑转身 朝许七安郑重行礼 揉声说道 许公子侠义之名非虚 大恩大德 天地会 莫齿难忘 弟子们也意识到 白衣前辈是许公子 请来的帮手 顿时 看许七安的眼神 愈发的感激 以及认同 女弟子是眼睛 啪啪放光 只觉得许公子 与他们想象中的 那个完美的形象 合二为一 没有偏差 愈发的仰慕他了 嗯 杨师兄 请继续保持这样的逼格 许七安顺势说道 杨前辈 您不妨露一手 帮月市山庄修补 改良阵法 一时间 包括金莲和白莲 天地会的众人 饱含期待的 看着杨千焕的后脑勺 杨千焕发现 自己被架在高处 下不来了 如果拒绝 那他之前营造的 高人形象 不说荡然无存 肯定会大打折扣 好 他简短的应了一声 玄机补充道 所有人退出此地 不得靠近 美妇人白脸浅笑 这是自然 我们不会窥探前辈的秘书 许七安心里吐槽 他只是不想 在修补阵法的时候 被你们看到正脸 山庄深处寒池边 这就是酒色莲花 莉奈眼睛里 倒映着酒色霞光叹息道 好美啊 李妙真抿了抿嘴 同样有着女子独有的向往和渴望 从古至今 女人对花 尤其是漂亮的花 总是缺乏抗拒 许七安点评 确实到了开包的时候 他不由的想到被养在私密小院里的王妃 那位九百年前的花神转世之人 楚渊阵和恒远脸色平静 这两人前者只钟情于自己手中的剑 后者心思通透 不会被外物影响情绪 金脸道长说道 金蝉的炮火只是试探 他们也怕在这关键时刻毁了莲子 明日黄昏 莲子就会成熟 频道估算 今日便是他们撕破脸皮 攻打山庄的时刻 说说这次的敌人吧 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李妙真在池边盘坐 金蝉道长措辞片刻 缓缓点头 嗯 寄予九色莲花的势力有三个 首先是帝宗妖道 黑莲道守的分身 我便不说了 除了道守之外 帝宗有九位长老 分别是赤橙黄绿 青蓝紫金白 他侧头看向脸蛋圆润 肤白貌美的中年道姑 这位便是白莲长老 极具熟父风韵的白莲道姑笑了笑 失了道理 金蝉道长继续 我是金蝉长老 剩下的几位长老中 子蝉死于杨燕之身 杨燕是四品巅峰 又是武夫 子蝉败给他不冤 但子蝉的修为是长老中垫底的 赤橙黄三位长老是四品巅峰 绿青蓝三位要差一点 但也比普通的四品要强很多 李妙真嘀咕了一句 我就是垫底级的四品 他踏入四品只有三四个月的时间 根基浅薄 远无法和资深 乃至巅峰四品的高手相比 丽娜皱了皱眉头 蔚蓝的眸子闪过困惑 他搬指头算了一下恍然大物 赤橙黄绿青蓝紫金白 金莲道长 你和白莲道长才是垫底的吧 白莲道姑愣了一下 用眼神质问金莲道长 这姑娘怎么回事 当面消人脸面 金莲道长微微摇头 你想多了 他清了清嗓子 把话题转回正式上 武林盟召集了麾下各大帮派势力 那些个帮主门主 绝大部分是四品 强弱不一 接触太少 我无法准确估算 真正要警惕的是武林盟的盟主 曹青阳 此人是五榜第三 江湖传闻 他一只脚踏入了三品的门槛 是大凤江湖几百年来最有希望成为三品的人物之一 楚元枕沉吟 他的真实战力如何 一只脚踏入三品 这个说法过于笼统 无法衡量真实战力 金莲道长分析 两个洋院也打不过他 楚元枕露出沉重之色 也就是说 这三个洋院才能打赢 或打平的 什么时候我的前直属头变成战力衡量单位了 许倩用吐槽的方式来缓解压力 李妙真问道 朝廷派了多少军队过来 不是军队 而是一群神秘高手 他们裹着黑袍 戴着面具 二十余人 携带着火炮 就驻扎在十几里外的小镇上 镇北王的密探 许倩和李妙真对视一眼 看来镇北王遗留的势力 被远景帝收编了 金莲道长恍然 原来是镇北王的密探 敌人高手有点多 不说其他 单论四品五福 人数便碾压他们 没心没肺的丽娜 也感受到了沉重的压力 许倩安站在池边 目光望着九色莲花 突然问道 道长 这九色莲花 对你来说非常重要吧 哪怕牺牲再大 也要保全 李妙真等人一愣 齐刷刷的看向他 楚元者率先 咀嚼出其中深意 李妙真次之 而后是横远 丽娜没能通过智商考验 我记得金莲道长说过 当日之所以重伤逃入京城 是因为偷取九色莲花时 被入魔的倒手打伤 九色莲花的作用和价值 比我想象的更大 不然金莲道长不会冒死回去偷取 楚元者想到了这个细节 虽然九色莲花是罕见的异榜 但若非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面对这样强敌环伺的局面 实际莲花保全实力才是正确的选择 而金莲道长只想着和他们硬碰硬 李妙真看了许清安一眼 不愧是你呀 横远的想法和两个人差不多 没错 九色莲花非常重要 是我清理门户关键之一 不容有失 金莲道长坦然回答 但没有解释其中缘由 道长 得加钱 许清安差点没控制住 让嘴巴蹦出这句话 这时一位弟子匆匆赶来 急切喊道 道长 有一群江湖散说 这阵法被迫 攻击来了 人数极多 金莲道长转头 看向许清安和李妙真 此事要劳烦两位了 许清安立刻看向李妙真 发现他并不惊讶 一些散修而已 以天地会的实力不难解决吧 他皱着眉头 白莲道长语气颇为无奈的解释 那些江湖散修最是麻烦 我们不愿多造杀孽 但若是置之不理 却很可能被反咬一口 数量众多 手段昏速不济 对普通弟子威胁还是很大的 但吐露生林又是大忌 即使生命受到威胁也不行 许清安诧异地反问 白莲摇头低声说道 帝宗修的是功德 而非道心 他的意思是 问心无愧这一套不适用于帝宗 只要杀人就会有损功德 从这个角度理解的话 杀十恶不赦之徒就没事 因为除恶就是阳善 但那些江湖散修不可能全是恶徒 许清安有所领悟 楚远枕笑道 我也去帮忙吧 恒远双手合十 阿弥陀佛 贫僧爷去和他们讲讲佛礼 其实恒远是武僧 头上没有戒巴 理论上说是不受戒的 可以吃肉喝酒 可以杀生 也可以透花魁 只不过恒远是个异类 他一直以禅修的规矩要求自己 金莲道长说道 非是要让你们打退那些匹夫 而是要让其知难而退 不在莲子成熟时捣乱 白莲道姑接着说 其实黑莲刻意散播消息 引来这些江湖游侠 本意就是用他们来做马前卒 这几日 他们充分地担任了探路炮灰的角色 而散修中一有高手 不容小觑 如果不能提前解决这个隐患 明日决战时 这股力量会让我们非常偷疼 说着 白莲道姑不停地看向 李妙珍和许七安 他此时已经明白金莲道首的算盘 李妙珍为言 自信满满地点头 我在江湖上有几分薄名 朋友多 不识得的 也愿意卖我几分薄名 交给我吧 许七安正要随着李妙珍等人前去 金莲道长突然喊住了他 许公子 您稍后半步 贫道有事要与你说 他心里一动 知道了原因停下了脚步 目送四位天地会同伴离开 等他们背影消失后 金莲道长招了招手 帝叔碎片自动飞离许七安的兜里 落入老道士的掌心 他握着帝叔碎片 笑而不语 坚壮 白莲识趣地说道 我去外面观战 寒池边只剩下金莲道长和许七安两人 老道士咬破指尖 用鲜血在帝叔碎片镜面画了一个咒 许七安踮着脚偷窥 但被金莲道长挡住了 帝叔碎片是我帝宗至宝 你既不愿入我帝宗 那频道也只能遵循道不传非人的规矩 道长 你是一点互联网精神都没有互联网精神是什么 是白漂不得是分享啊 许七安在心里吐槽 金莲道长屈指 盯的一声弹在镜面 血淋淋的皱纹骤然亮起 而后引入帝叔碎片中 许七安大脑轰的一响 像是一道惊雷 劈入脑海 紧接着是剧烈的疼痛 来自灵魂的疼痛 他捂着脑袋 面皮狠狠的抽搐 持续了十几秒痛苦才消散 认主的法宝便是主人的一部分 强行断绝就如同斩去手臂 金莲道长把三号地书碎片收好 你若继续带着他 黑莲依旧能感应到 所以这段时间先由我来保管 等事情结束再还给你 许七安眼巴巴的看着地书碎片 被金莲道长收入怀里 像是养了十八年的白菜被猪拱走 担忧道 道长 你一定要保管好啊 社会一定要还给我呀 金莲道长笑呵呵的 看来你对天地会非常有归宿感 许七安摇着头脸色严肃 不 是因为地书碎片里有我的老婆本 而且是老婆本乘以十 岳市山庄外围 被炮火轰炸成废墟的区域 数十名江湖好汉 正与天地会弟子对峙 这里刚刚发生过短暂的交火 各有伤者 但没闹出人命 小道士们 速速滚开 大爷们求的是宝物 不想上人性命 就是 再敢当本大爷们的路 别怪我们不客气 数十名江湖人士分散四周 挥舞着兵人 骂骂咧咧咧的威胁 与其对峙的天地会弟子们 手握飞剑 玉尺 铜锥 不翻等法器 半步不退 一位妙龄少女扬起手里的剑 交赤刀 呸 一群无耻之徒 寄予我天地会的质宝 强取豪夺 做梦 冷哼声里 一位标匪体壮的胖子冲了出来 手里拎着两把玄铁锤 穿着刀袍 眉目清秀的少女毫不畏惧 轻轻的抛出飞剑 尖锐的破空声响起 钉的一声火星似箭 轻描淡写 磕开飞剑的胖子 宁笑一声 双锤重重的砸向少女 但她没能砸下去 一双磁白的小手挡住了铁锤 是女子的双手 骨肉匀沉 纤细小巧 奇怪的是 这双手挡住铁锤 既没传来 气急波动 又不曾响起 金石碰撞之声 仅凭血肉之躯 扛住了如此强大的一击 见到这一幕 不管是天地会的弟子 还是另一边的江湖好汉 都觉得不可思议 出手的是一个美丽的少女 眼睛蔚蓝深邃 小麦涩皮肤 南疆人的特征是如此的明显 镖肥体壮的胖子脸色一变 丰富的战斗经验 让她不需要思考 便做出正确的判断 迅速的弃了玄铁重锤 飞快后退 你们中原的男人 都是玩脚虾吗 是这么亲的玩意啊 丽娜手里拎着两把锤子 向小女孩玩弄不偶 抛来抛去 那边 众江湖人士愣愣的 看着这一幕 无法控制脸上的震惊 不说战力 就凭这份气力 就碾压他们所有人 南疆古俗 低谷不 有人皱着眉头 不太确定的嘀咕道 丽娜蔚蓝的瞳孔 扫过众人 咧嘴 露出小虎牙 除了少数几位高手 众江湖人士一领 悄然的窝紧冰人 咔嚓一声 丽娜一脚踩裂地砖 宛如一根弩箭射向人群 刹那间人羊马翻 惨叫声不断 他一拳锤翻一个汉子 力大无穷 偏偏身发敏捷 体术精湛 十几个回合下来 无人能应风 好强啊 天地会弟子们眼睛一亮 振奋不已 他们之前的注意力 全在李妙珍和许清安 还有楚元枕身上 忽略了这位外族小姑娘 以为是个天头 没想到竟如此强大 直到一位使铜棍的汉子出手 才看看遏制丽娜的攻势 数十人以铜棍汉子为首 形成合围之士 再加上人群里 有几个使暗器的好手 时不时的丢几手 角度刁钻的暗器 多方配合 总算扳回优势 趁着书名同伴 缠住这个外族少女 使铜棍的汉子抱贺一声 悬声挥滚 破空声凄厉 李娜抬起手 又一次以手掌挡住了武器 她抬脚直踹 把汉子踹飞出去 跌血不已 到了 李妙珍从众弟子后方绕出 高声制止 激烈交战的双方顿时罢手 李娜随手把铜棍丢起 迈着修长有力的大腿 穿过众人 返回李妙珍身边 你 你是飞燕女侠 一位江湖人士 认出了李妙珍 飞燕女侠 众人审视着李妙珍脸色微变 天宗圣女 扫过这群江湖匹夫问道 谁是领头的 谁是领头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